本土确诊术猛速攀升 医院筛检站栽爆场景天天上演 为书缓医疗量能 指挥中心定调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和自主见管三类人 快山羊视同确诊 有些人譬如说他要开诊断书 要取得保险给付的 万一他如果用别人的羊性的 那个检验的结果拿来说 他已经确诊 那这样我们就真假难辨了 我们如果不能确定的话 那我们会有未照文书的一个问题 基森医师发现问题 远端问诊就怕有人不诚实 给出假证明衍生医疗纠纷 应该是在医护人员的见证之下 再做一次快山 把全部的过程让医护人员可以看得到 但是要花一些时间 因为做一个整个完整的快山 至少要10到15分钟 就怕未厘清真假 反而浪费诊疗时间 一时呼吁民众视讯时务必给足证明 同步提醒待在家的人 如果有胸门高烧不退 呼吸困难 心跳快速或微弱 脸色苍白等症状 这有可能是轻症转重症 还是要尽快送医 快晒阳急确诊 一时普遍赞同 但疫情重灾区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觉得还不够 中央适用对象要加速松绑 今天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民众的适应性 以及我们医疗系统对于这样的一个转变 它的这个所谓的的这个调整 以及弹性的应用 台湾民众在接受快筛的这个时间 事实上还在这还在这一两周之内 我觉得需要以滚动式的方式慢慢做修正 台湾的高峰大概在5月下旬或者5月底 台湾的PCR的量能 大概很难超过10万 所以有可能会超过5万 进入秋天冬天 气候开始变凉 再加上BA4BA5要跑出来 还是会持续有病例的 指挥中心和医界都认为 5月底台湾就要迎接确诊高峰 双美首长跟医界喊了好久的快筛阳急确诊 中央终于点头放行 不过还需要更完整的配套 它不会新政策又造成新乱象 话语新闻蔡宇智林家倩特别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